开车的朋友们都知道车载电池是消耗品的一种 电池又分为不同尺寸和干电池湿电池两种 不过今天不是要教大家如何选择电池 而是要和大家分享其实电池也是需要定期保养的 如果保养得当可以有效延长车用电池的寿命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车用电池都是以铝酸电池为主 而用途就是当引擎启动时提供超大的电力 借此启动引擎之后就交由发动机负责供电 除了一般的存储电量以外 当汽车处于高消耗电量时 车用电池也会配合供电 所以车用电池经常处于收放的状态 稍微注意你会发现车用电池上方会有一个小孔 用来判断电量是否充足 一般是蓝色和绿色都表示正常 不过准确度又在加强 只能作为参考用途 使用仪器才能准确得知车用电池的寿命 如果是我们常说的湿电池 需要每两到三个月检查一次 如果发现不足可以加蒸馏水 千万不要加自来水 因为水中杂质会破坏电池 如果是干电池则不需要加水 寿命就比较短 一般在两年四万公里数左右 此外你也可以去维修厂做电池测试 测试电池的电压和电阻 就可以知道电池大概还能用多久了 正确的保养方式就是定期帮电池充电 由于经常过度放电的电池 容易导致硫酸钳的问题 久而久之就会降低电池的蓄电量 所以让电池处于充饱状态 可以延长寿命